ni.com 現在我們開始講埃德拉斯最後一個五人副本 被稱為六十年代三大副本之一的黑石塔 另外兩個,可能已經變成了四十幾的副本 但是这个副本依然是60级的任务 黑石山中的要塞设计人是矮人建筑师弗兰克罗恩铸铁精心设计的 作为黑铁的象征 数百年来邪恶的黑铁一直占领着这座要塞 但是死亡之役的儿子奈法利安却另有盘算 他率领龙族的仆虫夺得了黑石塔上层的控制权 并向黑石塔下层的矮人发动了攻击 奈法利安深知火焰领主拉格纳罗斯才是矮人背后的主谋 他发誓要击败劲敌成为黑石山真正的主人 黑石塔分为上下两层 下层有兽人和巨魔两大种族里面几个没有归顺部落的士族 上层则是由死亡之役的儿子奈法利安控制 以及已经归顺黑龙的兽人 在上层更往上 另一个空间是黑龙研究培养的生化所黑翼之潮 严格来说呢 炎魔统治了黑翼 然而黑龙又看上了这块黑石山的地盘 意图从上往下 黑石塔上 黑石塔下 黑石深渊彻底霸占这个地方 目前呢 已经霸占了上层 正在攻打下层 并已经占领了下层的第一部分 所以黑石塔的话 其实如果深究这个剧情的话 那就是一个踏板 就好像是一个引出一个融火之星 还有黑翼之潮的一个翘翘板 其实讲到黑石塔呢 说实话 剧情真的很少 但这个副本呢 却设计的非常复杂 我以前的话 黑石山就不敢来 每次来都非常胆战轻轻 当然这次呢 还是排了个黑石山进来 因为57到58只能排这个地方 结果呢 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迷路了 所以呢 没能给大家录完这个视频 我也非常抱歉 因为我最最最最怕 在魔兽世界里 我才算个迷路 路比较会走的 但是呢 每次走到黑石塔都会 都会迷路 所以呢 你不管说上层下层 都是如果有人带我才会打 今天的视频虽然比较短 但是已经说好了黑石塔的一些剧情 但是我又会迷路了 我又不会带 最后还是没走完 所以我只能暂时说到这里 期待下一次的讲 《荣火之星》和《黑衣之潮》的故事吧 因为要讲的都在那两个本里面 黑石塔毕竟只是一个过渡本嘛 好 今天到此结束啰 《黑衣之潮》 《黑衣之潮》 Zither Harp Zither Harp